这次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国务院召开 有人担心美国撤军可能会影响到已经取得的成果 美国领导的联盟已经把伊斯兰国从他们占领的 99%以上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土地上改了出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开幕式上敦促联盟伙伴国家继续战斗 确保彻底击溃伊斯兰国这个极端组织 他同时保证美国没有也不会放弃这个目标 所以说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并不代表美国会停止战斗 我们会继续与你们并肩作战 减少军队数量实际上只是战术变更并不是任务的变更 撤军不会改变作战的架构规划和权限 撤军仅仅代表战役进入了新的阶段 撤军会经过周密的协调 我们在叙利亚的政策目标保持不变 这个政策会是一旦的战略 我们们将在叙利亚的政策战 和政策的政策会有关系 而为了解决定的政策 的政策则是一旦的地区 感谢观看